哎呦 这是怎么头这么疼啊 这酒的后酒也太足了 不愧是藏了一甲子 王军 您自寻得了小酒 这心情就舒畅了 是吗 这么明显吗 自打寻得小酒 您心情舒畅 这重安国又送来了公主和亲 我看用不了多久啊 咱这宫里啊 就该天丁天喜了 老挪还想多活几年呐 我给王军看孩子 逢年过节呀 我就到先王的陵墓 跟先王 先王后 去说说这王孙的事儿的 那你可得偿命百岁啊 叶将军 何时 王军的御化园一万落水了 什么 据说王军是被人中指藏的 正在搜查 王军 王军 你还有一位女子 谁要是救上来 终于有胜 快 王军 王军 您跟我到平中指藏的交集吧 就凭我在轻轻往深海里的水线 这个小指藏还想困住我 我去泡走 怎么样了 叶将军 水中物并无发现可疑人的 叶将军 王军命令我等寻找一名落水的女子 王军究竟因何是落水 王军与那名女子相撞而落水 可并无发现女子的踪迹 女子 你们先细细搜查 不要惊扰侯宫 再派人搜查侯宫毕几万的行踪 看看是否有可疑之人 是 是 捅捅 王军 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王军 您许是久未亲近平妃 你 错吧 宫毕认错了 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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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您 您今日受惊了 不如去晚节鱼那儿歇一歇 也好让他伺候伺候您 本王急着喝姜汤 并不是什么急色之人 人找到了没有 王军 这要是找着了 那第一时间就得来禀报 您还是保重身体 知道了 老王继续去批阅搜查 有消息 速速来报 陈昨日已连夜查询了个宫 是否有可疑行计的人 并无所获 白统领求见 宣 王军 王军 您传唤我 小九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青蹄手下当差吧 你来得正好 小九 王军啊 刚派给我一张苦差 苦差 无论是什么差事 我一定竭尽全力 为王军寻找一位可疑女子 切不可乱讲了 青蹄 青蹄你就是太古古板 是一位仙女 本王对她一见倾心 念 念 不忘 帝君在凡间有喜欢的女子 难道是钟蒙希要出相 她可是害王军落水的罪魁获胜 落 落水 本王对她魂牵蒙饶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任务 就是替本王找到那位仙女 是 王军 王军一向行事谨慎 怎么会被这种可疑的女子迷惑 可不是吗 这一见未完 又来一见 小九 虽然我们才见过短短几日 没想到你也时刻 把王军的安危放在心上 你也头疼这个身份不明 不是该从何处寻寄人吧 是啊 谁让她那么不小心呢 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道女子大半夜鬼鬼祟祟的 身份定是可疑不是好人 叶将军 千万不能让王军找到她 我也是这个想法 你可真是个当侍卫的好伙子 我也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对了 如果你要去找那位女子 可否也带上我 让我沾山光找找这东西 这又何难 你便跟着我 你对我可是有救命之人 王军将你派给我 也是让我看顾你的意思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这个小同龄 得先来见见我们的兄弟 好 依我看的 此女必是敌国奸细 是 就是奸细 将军 将军 你们几个不好好当差 又在这瞎闹什么呢 将军 我们正在打赌 昨夜落水的女子究竟是何人 对 王军的事也是你们几个能议论的 将军 我们也是带由王军的安危啊 是啊 那最后的结论呢 一半押敌国密探 另一半 押野心勃勃的小宫女 行了 那我够了 就打起兴事 这位 就是在战场上救过王军性命的 白小九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王军将他派给我 先做一个小统领 来 你们几个认识一下 那 就是 将军 这位刚加入的小九 也得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 才好安排任务 否则伤到了 王军那里也不好交代 是不是 是啊 那好吧 你们想比什么 瞧瞧 你这两个想到啊 金卫军还真是有本事啊 本事是不如你啊 但是我们金卫军在王宫中行走 说话还是好使的 以后小九有什么事尽快找我们 对 找我们 有事说话 来来来来来 将军 将军 您这是干嘛去了 都不见您人影 一个两个的没个正行 都赶紧收拾好 让拆去 是 是 小九 你跟我进来 是 以后喊我轻提就行了 若要如此拘束 我还得换你一身恩公呢 好 小九 我今天为王军查询落水女子时 也为你查询了庄永熙 只是近五年宫女的在即名册 并没有此人的名字 五年之内都没有啊 此人到底是哪年入宫啊 还没有其他线索了 找寻此人是我身文之托 具体的情形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你岂不是大海楼真 这要找到哪一年去了 不是这样 以后将军只要有事 尽管带着我就行 我在这待一天也就找一天 都怪我今天一起用事 应该跟叶将军一通钱去才是 举手之楼 以后啊 他们也是你的兄弟 自然要同心同等 未来才能生死与共 团结一心保护王军 是 叶将军 属下叩敬王爷 宫中有何异动吗 启禀王爷 宫中有两件事 颇为蹊跷 快说 一是王军对于落水女子很有好感 二是那位白小九好色很受重用 王军竟然让叶青蹄 来到禁卫军中去试炼 禁卫军 女子 王爷 此人屡次破坏王爷好事 恐怕不得不防啊 我这个王弟啊 从小不见女子了 如今竟还弄了个不知来路的男子在身边 如果他们故意设计布局 只为眼睁耳目 那我可不得不防 你速去查一下白小九的底细和来历 是 王军 王军 您不是要为那水中美人画一幅单亲啊 为何吱吱不动啊 哼 过于清醒脱俗 反而不是如何下边 他 他 好像不似是人间的女子 他 好像不似是人间的女子 天上心 也就这般模样吧 援军 你慢点走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同你一起去看小天下 凤九四在下凡使用法术虽然不对 被反噬已经算是成绩 他还要再在下凡 你非让不拦着 居然还让他找什么周梦溪 去完成东华的情节 四妙 你这是要凤九的命啊 援军莫生气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我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 你生生吧 这援军的脾气真厉害 三点下净 承越 是命 你们怎么来了 你给我回清秋 你好好 承越 怎么了 白凤九 放着好好的地基你不做 用跑来受罪 你上次的苦还没吃够啊 你哪儿来的胆量 就你这点凶伪 竟敢打那包天帮东华帝君立即 我 我 你上次被魔族匡骗走一身凶伪 差点成为一只野狐的事 你都忘记了 我 承越你先别生气啊 你别看我啊 这事我帮你求不了情 在承越援军面前 我没这么大面子 那承援援军 放心 我不敢敢大妄为 若不是为了弥补过错 我是不会跟帝君一起历劫的 其实都是因为我产生的变数 我只要找到钟恶熙 继续让他陪着帝君一起历劫 我就会回清秋 我也会彻底忘记帝君 哎呀 这如今也只有这个法子 才能让帝君的历劫回到正轨 嗯 况且小天下也答应过了 在凡间不再使用法术啊 哦 对 可是凤九 我是担心你会诱向在太陈宫里啊 舒适报恩 最后就把自己弄得遍体灵伤 放心吧 这次不会了 先前反射的可还严装 美丽可吓坏我了 嗯 好了 小仙会时常前来探望 如果你在宫中看到什么异想 及时告知 我定会为你排忧解难啊 好 哦 对了 我见到姬衡了 魔族公主姬衡 嗯 可是她现在不叫姬衡 叫楚婉 她是来跟帝君和亲的 现在却住在婉云宫 可是 姬衡不可能会在凡间啊 嗯 司明 嗯 你去找韩晨真人打探打探 看看她听命书怎么进入的 你当这是在凡间听说书嘛 想听得出听得出 那你之前不是查过帝君 我 嗯 那什么 我原 小仙那次 也确实是善用了职权嘛 更且那次也是因为小殿下 我才能开这个口 那姬衡这一段她毕竟是 是什么 毕竟是帝君与姬衡的国王嘛 我们外人去查 那韩晨真人肯定不会答应的 你先别乱猜 我们查一下凡人除晚究竟是不是魔族姬衡 这回 你总可以善用职权查上一查了吧 行行行 哎 我跟你说 我最近可是很认真的在找周木熙这个人呢 你看 我把工地有多少个公寓 全部都给整理出来了 我把查过的五年之内的公寓 全都划掉 剩下的人我再一个一个去找 亏得你有这份耐心 啊 幸好有王军 让我去查洛水女子的事情做掩护 要不然这么一个一个找过来的话 早就让人提醒了 正月 你不知道我现在可威风 你啊是不是忘了 这王宫里面还有个魔族的人呢 哦对啊 我把这事给忘了 季衡 你们查得如何 丑安果真就是季衡 思敏跟寒山真人那边的说法倒是一致 季衡外人的命述即是一片空白 可此时设计帝君 他们也不敢轻忽 只是那寒山真人 禁一个怎么可以我多强 这就奇怪了 季衡当初逃婚 是因为不喜欢帝君 可是 他如今又为何在帝君历劫时出现呢 莫非他是失去帝君之后后悔了 才发现喜欢上帝君了 所以要追随帝君历劫啊 你可真是体贴入微呢 好了伤疤忘疼 帝君历劫有几人之下 骗他首眼通天 你怎知他不是巨星叵测 背后有什么阴谋 帝君历劫姿劫体大 骗他来凑着热闹 我看啊 他分明就是魔族跟你探 凤九啊凤九 从小到大 你闯过多少祸 挨过你爹多少鞭子 我一点也不甘心你受伤 但我就是怕你自己傻乎乎的 送上去给别人伤害不自知 最后 只能灰溜溜地 躲过你的狐狸豆 偷偷填伤口 我也不是一直那么傻的呀 当年 我在泰城宫里当宠物 连送 他送来一副短刀图 想要修改 说是要送给你的生成鹤链 我是不是漏嘴儿 谁稀罕一把短刀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看了那幅图 有两处不是很奇妙的地方 我就提笔改了翻 然后 恰巧季恒就过来了 他就向天轩咬了公 然后我就咬了他一口 真有了 嗯 就咬了 这还差不多 你这两天碰见鸡后面 他会有对你不恋 嗯 没有 我还正琢磨呢 他好像失忆了 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失忆 你怎知他不是装出来的 当时在大殿上 我和季恒擦肩而过 然后我就轻轻换了他的名字 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 看起来不像是装动 季恒 他若是伪装 你知乎其名恐怕是试不出来 我倒有个方法 可以试探试 什么法子 你刚不是提到短刀图 季恒不知你就是小狐狸 在他看来 短刀图一试只有他与帝君知晓 你若用短刀图试探 他只要还有记忆 定会露出马脚 哦 那承运 这次就托你去把短刀图拿给我了 包在我身上 其实还有一事 你能下次来的时候 给我带一些无忧花吗 这里的饭菜 我吃的不是很合口 我想要自己做无忧盖来吃 我要上辈子欠你的 四敏行全邀请新春共银 康师傅两生金盖饮品 接盖马上有赏 更有千元金币等你拿 王军 这是太后差人送来的参汤 担心您日理万机体卷疲乏 请您保重身体啊 先放那儿吧 带用膳食一起用 对了 叶将军那边 有没有那叶落水女子的消息 没有 哦 今日本王要去趟王陵 让叶清啤 准备一下 是 幸好叶将军带着精卫军出去这些任务了 偷偷复生半日贤啊 木芙蓉花 没想到王宫中竟然还有木芙蓉花啊 叶清啤子伤疤有救了 叶清啤子伤疤有救了 你 你